节目组从来没告诉我我有小伙伴 我看变形机那么多气了 我一直都以为 我知道肯定有小伙伴嘛 对吧 我没害羞 没害羞 真没害羞 他跟我说 变形机第十三季 改版了 回到最初的状态 一个人变形 他说一个人变形 他说我一个人变形 我当时待了四天 我天哪 他是没拍出我们那些艰苦来 就是你看着可能上山 走那么一段路 上山走那么一段路 我真的是得走两个半小时 才能走上去 那个山路 走两个半小时 真的他就剪出来 就剪那一段 特累你知道吗 特累 我就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还好 你看毕竟这身体素质呢 这身体素质在这 但刘思琪你看 他那个腿 哇 他那个胳膊 他那个腿都这细 他胳膊就跟我手腕差不多细 这 哎妈呀 我现在肩膀上 我现在肩膀上还 我现在肩膀上还不舒服 因为 我前面还贴膏药嘛 就是那个杯水 在农村杯水杯的 那个水是真的沉 而且真的要走好远 走半个小时 才能去杯那个水 因为当他剪出来 就剪那一段 所以 其实 其实特别苦 就是 感觉是 你们感觉吗 你感觉 说实话 看这个节目 我之前看背心机的时候 我也没觉得 自己参加背心机 我能有什么变化 但是去了第一天 我真的后悔 我真的后悔 去第一天 那个山路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屋里面 什么人都没人 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陪你的 完全没人陪你 然后 屋里有那个摄像机 你当屋里有那个摄像机 他们24小时轮班 监控着你 然后 晚上一出门 摄像机 干什么一出门 摄像机就对着你 出了拉屎的时候 那个摄像机是 不拍你的 其余的他们都 都对着你 你什么 什么心情 那么完全 完全 完全就是 就脑子要坏了 你懂吗 完全就脑子要坏了 太 别让他太折磨人了 太折磨人了 那么 陈信友说的 都算轻的 那个折磨机 陈信友 他们那个地方 虽然住的环境不好 但是他们有自来水啊 他们有自来水啊 我背的那个水 我背的那个水 它是那个雨水 你知道吗 就得要有个大缸 就有个大缸 然后雨水都存在那里 那个水接出来 那个桶 你把它倒在那个缸里 那个水标 那个水标是黄色的 那个标是黄色的 跟我头发颜色一样 是黄色的 你说气不气吗 它那个水是黄色的 而且它里面有 那个黑色的渣子 我怎么喝 天哪 太太吓人了 那个黑色的渣子 我熬了一锅大米粥 然后那个大米粥是有股酸味 你知道吗 那个大米粥特别酸 你知道吗 哎呀我天哪 我真扛不住 真扛不住 我一开始 柳斯琪去了 那天晚上嘛 晚上必须要吃晚饭 我自己不吃 我自己可以不吃 但又要一个姑娘吃 我熬了一碗大米粥 天哪 那个熬完那个粥 看上去特 我过滤了 过滤了 过滤了好多遍 看上去就特香呢 闻着也特香 完了我喝了一口 我就没敢给 刘斯琪喝 那个 哎呀 没办法 那个粥 他那个爸爸也是 我其实特别 佩服他那个爸爸 我其实特别佩服 山上的那个爸爸 因为那条路 我走不下去一趟 我都要了命 他那条路上 原来是有那种树 那种灌木丛 什么的东西 他爸爸就拿了一个镰刀 哐哐哐哐哐 批了两个月 每天什么事不干 修路 要支付先修路 他把那个路修好了 就为了那个马剑将 上学 那个地方 车上不去 就只能 那也就是下山 最近的一条路了 如果不从那条下山 那条路下山的话 要绕路的话 要走四个小时 要多走两个小时 就是 我 我怎么说呢 哎 哎呀 就 那个爸爸 肯定现在 现在湖南台 其实说实话挺好的 因为 湖南台有那个什么吗 有那个芒果基金 我觉得马剑将 特别好 就是马剑将的小孩 后来见了他一面 然后到时候 芒果基金也会帮助他们上学 什么的 我肯定会去 我肯定会去 我准备 我过两天 我考完试 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学校申请的考试 然后考完试 我就去 那个大叔挺好的 最后我还还他钱了 然后他能给我东西吃 就已经不错了 就是跟那些人 就是交流 农村交流有点问题 但是 有的人就心里特别善良 就真的觉得 就拿你当孩子 看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